去无名,破三毒,尽心全修 一,人要消业障,就要从根里面消,要彻底改变 很多人说,我出家算了 其实,你如果没有彻底觉悟 哪怕出家了,烦恼还会像树根一样 只要根还在,它随时会长出新的杂草和枝叶 不能真正懂得苦因和乐因 哪怕你再念经,许愿,放生 或者躲在深山里面 也会有烦恼一直跟着你 因为烦恼是有根的 会长出新的杂草和枝叶 如果不把根彻底挖空 它随时还会长出来 你没有办法清理干净 烦恼像疫情一样相互影响 有一个烦恼会伸出两个三个烦恼 烦恼会不停地包围着你 所以,师父经常讲 要懂苦因,知乐因 懂苦因,就是忏悔过去 平息称恨,去妄想 知乐因,就是要看到未来 启发自己的根本质 取重善因 使出世间的第一把金钥匙 就是不逃避 不空过 不执着 不怨恨 出家并不代表 你可以消除万般烦恼 出家只是暂时 把身上的烦恼放一放 但是,没有彻底解决 烦恼还会再来 真正地去除烦恼 是从内心中启发根本质 用智慧来解决这些烦恼 用智慧理解这些烦恼 懂得它的因是怎么来的 苦是怎么跟随自己的 为什么吃苦 下次才能不吃苦 要记住 现在人的感情和情绪 都会相互影响 你的情绪 会影响身边人的情绪 因为你的妄念 会影响别人的妄念 相互传染 烦恼像呼吸一样 永远不会停止的 只有知道产生烦恼的原因 好好改变才行 否则无法解释 为什么烦恼会永远 跟随着跟随着你 烦恼之根 要拔除 懂苦之乐 用心悟 负面情绪 负面情绪 会传染